接下來我們要來看講義上的另外一個進階挑戰的問題 那這個題目呢 如果你對於這個等數的圓奏運動 還有波動還有減學運動 這概念還沒有那麼清楚的同學的話呢 你可以先把它跳過 因為這個進階挑戰的部分呢 相對來講當然比較複雜一點點 這個聯考呢 並不會直接去考這個波動函數 但是有時候學校呢 這個段考呢還是很喜歡考怎麼樣 很喜歡考這個概念 然後這個部分呢 波動其實如果要考得非常深入也是非常的難 那這個部分呢 那我建議大家呢量力而為 那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圓奏運動的公式 我們前面講到的這個波動 這個減學運動 你都能夠很清楚掌握的話呢 那就歡迎大家呢繼續來看這個題目 他說呢假設有一個橫波 它的波數是每秒40公分 要求頻率 第二個間隔一公分的相位差 再來就是相位改變60度的時候 需要多少時間 那我們前面呢 這個有簡單的介紹到 這個所謂的這個波動方程式 裡面就提到怎麼樣 提到所謂的這個相位 那第一題呢 如果要算頻率 那這個比較簡單 那看這個圖形的話 它的波長應該是多少 波長應該是4公分 所以算頻率呢 我們直接帶怎麼樣 直接帶這個公式就可以算了 V等於這個Fλ 那我們其實在上一題的進階挑戰呢 我們就算過 那頻率呢 是週期的倒數 這頻率呢 等於10 來 那接下來第二題問你說 那差一公分 差一公分 那它的相位呢 到底差幾度 如果間隔一公分 它的相位呢 到底差幾度 好那這就是考大家怎麼樣 考大家 這個 這個圓周運動呢 減軒動波動之間的關係 其實它的波長四公分 波長四公分 那你現在一公分 一公分其實就差四分之一波長 那四分之一波長 其實就差了四分之一個圓周運動 四分之一個圓周運動 就差了多少呢 就差了90度 好 這個圓周運動轉360度 那這個波呢 就前進怎麼樣 前進一個波長 它花多少時間 一個週期 所以每360度 其實就相當於 等效來看 那每360度 就相當於是走一個波長 時間就是經過一個週期 所以它現在走了四分之一波長 其實就差怎麼樣 就差四分之一走幾 就差四分之一的這個角度 所以就差90度 那同理如果角度是差60度呢 角度差60度 我們剛剛講 那圓轉360度 這個波呢 走一個波長 時間經過一個週期 所以現在如果角度差60度 其實就是差了怎麼樣 差了六分之一波長 就差了怎麼樣 差了六分之一的週期 所以就等於差了怎麼樣 差了六分之一週期 那週期 我們在第一題算到呢 是0.1 所以呢這六分之一 乘上0.1 那答案就是多少 答案就是六十分之一 所以這個題目呢 如果你真的懂 好我們講的這個 等數率圓周運動的投影 好這個360度呢 它剛好會走怎麼樣 走一個波長 那波就走一個波長 時間就經過一個週期 其實這一題 只是按照比例去換算而已 並沒有非常非常的 這個複雜 那只是一個概念 希望大家呢 能夠怎麼樣把這三個概念 把它合併在一起 好那這一題 其實只能算是 這個在合併的過程中呢 一個入門的一個題目 當然在波動裡面 有更複雜更難的問題 不過這個部分 因為不是聯考的重點 所以在講義上呢 也就沒有再繼續放 所以你只要抓住 我們剛剛講呢 後面兩個進階挑戰這兩題呢 基本概念這樣就足夠了 好 好 好